夜幕下的草原上,到处充斥着恐怖的叫声,这又是一个遭遇狼群袭击的夜幕。 牛群里的情况很不乐观,多头奶牛已经被野狼咬伤,羊圈里同样如此,尽管尚未查清具体的伤亡,但是,整个队伍里死气沉沉,羊群还没有从昨夜的恐惧中完全苏醒,野狼连马鹏都没有放过。 这匹白色的高头大马,伤势最重,他的臀部被野狼撕裂,整块血肉已经冻僵,然而却也残忍地悬挂在他的身后。 当然,袭击还远不止于此,沿着地上流下的血迹,牧民们也找到了被拖走的马鞠。 牧区里没有监控,但是杀手无庸置疑,因为牧民和狼群的斗争几乎每天都在进行。 这是一个崭新的狼群,一对夫妇养育了多只幼崽,幼崽们已经接近成年,他们很快就会参与猎杀,只是目前,食物仍然由野狼夫妇为其提供。 在冬季最寒冷的时候,牧民们也要经历多次迁徙,只有四处寻找草料,才能保证为牲口提供充足的食物。 所以,队伍走到哪里,牧民们就会在哪里暂时安家? 野狼总是会尾随牧民而至,野狼悄悄地躲在暗处观察。 在牧民们出现之前,这匹野狼就是要抓紧时间,怕躲在山坡的背面,悄无声息地结束了这次杀戮。 每当吹烟生起,这就是牧民们回去吃饭的时候,所以,这匹野狼决定冒险一事。 留守的牧民及时发现了危险,他们立刻冲出来去。 野狼的行为如此猖狂,牧民们被彻底地激怒。 午饭过后,牧民们组织起了队伍,他们将实施一场针对野狼的反击。 当然,牧区方圆数百公里,不可能远途寻找更多的野狼。 牧民们打击的对象,无非就是经常袭击牧区的野狼夫妇。 野狼的生性特别激进,这匹野狼像是提前就察觉到危险,为了防止被人类发现,它快速躲进了茂密的树村。 当然,野狼的举动完全在牧民的意料之中,他们提前就做了安排。 今天重点搜查的区域,也正是野狼藏匿秘密。 经过多个小时的围追堵截,终于第一匹野狼被当场立杀了。 这是本次迁徙以来,牧民们第一次主动出手的步。 枪响之后,另一匹野狼受到了惊吓,它穿过密林,一路马不停蹄,很快便跑到了很远的山坡上。 然而不幸的是,这匹野狼严重低估了牧民们的决心。 当无人机搜寻到这匹野狼的踪迹后,牧民们立刻纵往追击。 他们不惜奔走数十公里,一定要击杀这位残忍的凶手。 因为有这匹野狼存在,它依然会把袭击家畜的习惯传递给其他野狼。 翻越了多座山坡,牧民们总算赶上了这个杀手。 经过长时间的高速奔跑,连耐力持久的野狼也已经筋疲力竭。 尽管此时,它还在奋力逃算,但是,牧民们已经失去了耗下去的耐心。 枪下务后,杀手被击杀在了雪地上。 在长年累月的游牧生涯中,牧民们和野狼之间的战争, 其实就是一次次迷来国王的拉锯战。 当然,也会有其他野狼为了生存而跃跃欲试。 年轻的牧羊犬初次遭遇野狼,尽管他现在的伤势看着并不光彩, 可是他的表现却也异常惊人。 黑夜里的战斗,他独自战胜了孤狼, 事情就发生在这片雪地上,长时间的追击非常激烈, 而同伴的救援又姗姗来迟。 可是,当其他牧羊犬赶来之时,战局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。 这是老一代牧羊犬的领袖。 去年的冬季,他也拥有过相同的经历, 都是因为性格太过生猛,在冲锋的时候不计后果, 导致自己也付出了代价。 当然,和年轻的牧羊犬相比, 老一代牧羊犬遭遇的并非是孤狼。 激战过后,他侥幸保护了性命, 但是最终却失去了一条前腿。 牧羊犬的体型普遍都很高大, 可是在和野狼的斗争中能够出现这样的结局, 说明双方的冲突异常激励。 并且,斗争最频繁的就是食物最匮乏的冬季。 事情还要从游牧的过程说起, 进入冬季以后,牧民们不在远途跋涉, 但是他们依然要领着羊群出来活动, 因为牧群里的积雪下都是被掩埃着的杂属。 可是今天的游牧却发现了异常, 牧羊犬发现了一块尸骨, 这是一头野猪的头部残骸, 可就是这不经意间的发现引起了牧民们的高度重视, 因为野猪的实力也绝非小可, 而能够被吃的只剩下半张猪脸, 这个杀手族的野狼无可厚非。 监控拍摄到了杀手的行踪, 夜幕之下, 一个影子悄悄溜进了牧群, 这是一匹硕大的狐狼, 并且, 这一次狐狼不是返回来见识, 他完全就是奔着猎杀而来。 战斗就发生在当天夜里, 伴随牧民出去夜巡的, 正是那只年轻的牧羊群。 发现袭击者以后, 牧羊犬快速奔着杀手而去。 夜色下视线很差, 牧民们很快就看不见牧羊犬的踪迹, 在其他牧羊犬赶来之前,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隐去。 根据地上的痕迹, 牧民们搜寻着牧羊犬的去向。 大概在一公里外的地方, 除了打斗的痕迹, 雪地上的血迹已经喷洒多处。 但是, 冬季的寒风下, 牧民们依然听不到任何声响, 说明战斗仍在继续。 牧羊犬和野狼还在激烈地追击, 但是两只护卫犬最先赶到了现场。 当牧民们赶来以后, 战斗已经宣告结束。 究竟是谁制服了杀手, 这一切都无从知晓, 但是牧民们最关心的还是那只年轻的牧羊犬。 战斗结束以后, 牧羊犬浑身被多处咬伤, 说明在危机时刻, 来自野狼的反击同样致病, 尤其是背部的伤口最多。 但是牧民们忽视的是, 身上的伤口并不严重, 严重的是, 佩戴的项圈下, 牧羊犬的颈部有一处很深的撕裂。 或许雪地上的血迹正是牧羊犬留下的, 在或许真正制服野狼的时赶来的救援。 但是从长时间的追击过程来看, 年轻的牧羊犬始终把控着战局, 他不宜地奋起追击, 终究没有让这个杀手逃窜, 或许他只是拖住了野狼, 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亲手解决的对手。 试图和人类抗争, 任何一种生物都是脆弱和渺小的存在。 当然, 人类游牧区和野狼共同生活在同一片领地中, 双方之间的和平也只是暂时的。 好了, 本期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,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, 我是探长, 更多精彩内容, 我们下期再见。